欢迎收听OLC主日语音音响 2021年12月19日 将临起第四主日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到第45节 玛丽亚就在那几天起身 急忙往犹太山地的一座城去 进了杂家丽亚的家 就向丽莎问安 丽莎一听见玛丽亚问安 胎儿就在她的腹中跳跃 丽莎也充满了圣神 高声对玛丽亚说 你在女子中是蒙祝福的 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 这是我从哪里得来的福气呢 你看 你问安的声音 一进我的耳朵 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 那信了上主传给她的话 必要完成的女子是有福的 福音默想 在今天的福音中 圣路加告诉我们 圣母玛丽亚与天使对话之后 她就起身 并急速前往山枝 去探望伊萨伯尔 圣教宗若望宝露二世 曾描述 玛丽亚这个起身的动作 是圣神的推动 是充满热情的动作 她整个的身 心 灵 以起身 来回应天主的召唤 而急速 前往山区 去探望伊萨伯尔 是代表玛丽亚带着喜悦 与惊叹的心情 展开她新的信仰旅程 以及开创新的灵性生命 她也赞叹天主 对以色列人民的救赎 并渴望与伊萨伯尔分享 全能者在她身上所做的骑士 这趟山区之旅 将成为玛丽亚日后生活的力量 以及灵性支持的全员 在准备迎接耶稣诞生的期间 主所爱的你 你是否准备好 要如同圣母玛丽亚一样 以你整个的身 心 灵 来回应天主的召唤呢 主耶稣的诞生 是为了让我们体会到 天主与我们同在 他愿意降生成人 来告诉我们 他有多么的爱我们 主所爱的你 你是否愿意 与这一位即将诞生的主耶稣 一起迈向新的信仰旅程 开创一个新的灵性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